請我來看 要送給中國一堆英文和美飛樓 在今天才去八點 從台北東門訪出發 等於照過一堆英文的這個管理員 管理員也來送行 她說真的慶祝時期快十五點 雖然心肝來時期很好 晚上也是很不敢 一早六點 東門訪的管理員就無法準備 把一堆長宗山陽和一堆美飛樓 掌聲送去卡車 日本之前 照過長宗山陽的管理員 黃書館就站在旁邊 看起來有一點不敢 尤其是老的山陽 樂洋洋 一出事就是她開始照顧到大 會唱三百 看卡車賽走 她說心情就像自己嫁嫁兒子 昨天晚上倒是會有睡不著的感覺 會有睡不著的感覺 而且會分外的捨不得跟緊張 跟動物其別 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這樣子 在長宗山陽和美飛樓的卡車 和一台再起床的火車 一路開到討論國際基調 半期十點起飛 一定會到一點到 中國三島 三來的坐車坐鎮 真正是舟車勞頓 才會到劉公道的國家新民工程 尤其是要讓四隻動物 擁有三個地方 減少驚嚇到消化不了 幾乎會到香港就沒有吃東西 也補充一些營養品 多少會有一些緊迫的狀況 所以在有一些食物或是避免它一個緊迫的這個 維生素這方面的一些添加 那我們是有稍微做一些調整 因為長宗山陽和美飛樓 都不是華盛頓公約附入的保育類動物 所以不用像鳥群團團因爺來臺灣 還要護骰體質的東西 可以送到對話去 中國方便也要去 和文章要迎接這兩對動物 經過兩年過 總算完成兩派第一次 保肖送動物的大工程 記者臨請問下幾問 台北報道